第17题如图所示 心铜电池放电时 岩桥内装入硝酸甲水容易 有关离子移动方向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心铜电池 芯片是负极 铜片是正极 在芯片发生的反应是我们的心呢 会变成心离子 而在铜片上发生的反应呢 是我们的铜离子得到电子呢 生成铜 所以呢我们的心离子 基本上是离开芯片的 而我们的铜离子呢是接近铜片的 所以选项A说 心离子移近芯片是错的 应该是离开芯片 铜离子离开铜片是错的 应该是靠近铜片 铜里呢 选项B说 心离子离开芯片这个算是对的 而铜离子原地不动呢是错的 所以选项A跟B呢都是错的 选项C说 心离子离开芯片是对的 那么接下来是问的是 颜桥的离子移动方向 颜桥是硝酸钾 有所谓的钾离子跟硝酸根 那我们上课教过了 我们颜桥中的离子 正离子会移向正极 负离子会移向负极 所以贾离子会移向铜片 而硝酸根会移向芯片 所以选项C的后半部说 贾离子移向硝酸铜容易呢是对的 那么所以选项C是正确 选项诸说 新离子移进芯片 这句话是错的 那么后面说硝酸根离子 移向硝酸铜容易呢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硝酸根应该是靠近芯片 这边心靠近负极 流进硝酸心容易里面 所以第17题问我们说 有关离子移动方向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新离子离开芯片 贾离子移向流酸铜容易